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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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不相见 不相见 那一人 那一面 也不愿 你我错过的流年 不一念 不一眼 谁留恋 谁无言 擦过间 缘分就别再争辩 若不是 那一眼辗转的相似 爱也软 用一时不自知 到如今 漫尘风雨也别解释 用尽天下的钥匙 难解人间的相似 大雨将至满地潮 世纪一眼看再流逝 多年以后每段故事 从来结尾都相似 别说往事 别说何时 遗失眼泪情 时刻而止 多时零散 总会忧愁 而浮世 多时零散 总会忧愁 而浮世 什么 太后要关城王 是 是 站住 你們這是幹什麼 郡主啊 這可是太后娘娘的旨意 老奴勸你啊 別誠了 郡主 麻煩你跟我娘說一聲 讓她別著急 殿下你放心 我去跟太后娘娘說 走走走 站住 你先下去 是 太后正在火頭上 你不能去 可是殿下她 殿下她不聽太后的話 她關起來也不是什麼壞事 等她想明白了 自然就把她放出來了 爹 你說姨媽會不會 太后以為皇上要置她於死地 她才會這樣做 不過沒關係 江南那邊我已經安排好了 到時候天災人禍 就由不得她再猶豫了 可是大帝一旦倒了 會不會死很多人啊 我說你是想當皇后啊 還是想當菩薩 從小我是怎麼教你的 成大事者 必先狠下心肠 對 要狠 什麼 你說什麼 成王沒去永慶庵 屬下把永慶庵圍得跟鐵桶似的 連隻蒼蠅也飛不進去 入夜 細座門也進了庵 裡面除了尼姑 確實沒有別人 難道是靜慈師太的護衛 把他給藏起來了 不行 入了夜他們還出來找人了 看來靜慈師太 不知道成王為什麼沒去 肯定有重大變故 要不然成王絕不會放棄 入宮禁見皇上的機會 你去繼續盯著永慶庵 還有吳太妃住的諸府 查清楚成王到底在玩什麼鬼把戲 那找到之後 要不要殺了他 皇上他發話了 還怎麼動手啊 是 只要他不跟皇上搶皇位 咱們也沒必要浪費刀子 咱們現在最主要的事情 就是怎麼樣把太后扳倒 太后要是死了 皇上不得好好重現重現 我這個大功臣 毒公 皇上的親生母親 真的是讓太后給 這重要嘛 只要皇上相信就成了 所以 即便是什麼事都沒有 咱們也得給他折騰出點事來 要不然 怎麼能讓皇上相信太后跟他 那是仇身四海呢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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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不好了 我爹來了 不是不是 我聽前院小紅說 有人來跟老爺提親了 怎麼 我爹想通了 準備給我娶候娘了 不是 是給你提親 小紅說 老爺的樣子很想答應呢 怎麼可能 奶奶說了我的婚事他做主 他現在還沒回來呢 爹哪會隨便答應啊 可是 是是真的 你怎麼就不信呢 哎呀 你就別一驚一乍子了 你先去打聽親主再回來啊 我這正忙著呢 杜姐姐 這個呢就叫七白糕 每天晚上只要拿出一顆 然後跟清水調和以後 再輕輕地擦在臉上就好了 小姐 不好了不好了 這回肯定假不了 我妻兒聽到的肯定是真的 什麼真的假的 是徐侍郎 上門提親的是徐大人 而且老爺已經答應了 要把你許配給大家的公子呢 那怎麼行 奶奶的醫書還沒有學會呢 那怎麼辦啊 上次家辭中風之事 多虧令愛及時出手 而且也因此讓我兩家結為至親 真可謂是千里因緣 一線千呢 好 許大人過獎了 只是小女生性頑劣 為父之道 怕是還有所欠缺 只盼過門之後 還望大人多多教導啊 爹 小姐 我不嫁 你 你怎麼這副樣子啊 小姐 爹 真的不行 我現在不能嫁啊 婚姻大事 哪有得你胡鬧 紫蘇 快把小姐帶走 是 老爺 徐大人 全女無意抱負 爹 爹 徐大人 請聽我把話說完 徐大人 允賢自幼師母 多虧祖母把我養大 為報答他的養育之恩 允賢已在神佛面前 發下誓願 願長伴他身策 服侍他 養老歸西 所以 允賢就算要嫁 也只會招一位贅婿進門 徐大人 我記得 貴婦公子是三代單傳 一表人才 又何苦一定要做 我們杭家的倒叉門呢 你住口 好個伶牙俐齒的姑娘 不過你放心 我徐某的兒子 怎麼也不會淪落到 給別人當上門女婿的地步 徐大人 請留步 聽我解釋 聽我解釋啊 在這兒繼續跪著 回頭再慢慢收拾你 好 簡直是沒有家教 不守規矩 胡說八道 鞭子呢 鞭子呢 子蘇 拿鞭子去 老爺 不能打啊 小姐 快給老爺扔個錯 爹 女兒錯了 你說 你錯到哪兒 我不該隨便拋頭露面 闖到正堂上來拒絕婚事 可是爹 你也有錯 你明明知道奶奶說了 我的婚事要她做主 你為什麼要趁她不在的時候 隨隨便便你把我許給別人 你還敢頂嘴 婚姻大事 向來都是父母做主 身為女兒嫁 居然跑到未來公公面前聚婚 還說什麼 招募追婿 倒叉門 簡直是不知羞恥之極 我今天非得好好的教訓教訓你 子蘇 拿鞭子 老爺 我不嫁 反正你只顧著自己 也不管那個徐公子是原是別 一心就想著拿你女兒的終身 去討好你的上司 你 你打 你打 反正從我生下來 你就沒有喜歡過我 好 好 你翅膀硬了 從今往後 你的事 我不問也不聽 大不了 我就當從來沒有生過你 你們就別問了 哎呀 都跟你們說過了 沒了 真的沒了 七白糕的正主在那兒呢 你們要啊 問他要去 你呀 什麼事都能嘗到最新鮮的 七白糕算什麼新鮮事啊 你們不知道嗎 成王殿下進京了 我還聽說呀 這回太后要留著她 過完年才走呢 還說 要給她指一門金事呢 這個機會好啊 當然了 你也真是的 怎麼能那麼冒失 隨隨便便地 就闖到唐上去了 徐公子少年英才 他爹又是你爹的頂頭上司 這麼好的家事 這樣好的人才 哪點又辱莫你了 反正 我就是不想嫁一個 連任都不認識的人 那你也不能跟你爹那樣說話呀 還好人家徐侍郎 念著你的救命之恩 沒把這事給鬧大 要不然 我看你以後怎麼嫁人 今後啊 你還要好好地跟著我學學 人情世故才行 余夫人 這位可是杭家姑娘 這位就是 太常寺清良大人的夫人 娘家姓王杭二的 快叫聲王姐姐吧 王姐姐好 杭妹妹 我就不跟你客套了 這兩天走到哪兒啊 都聽別人再說 你的氣派高有多好 你看我向來怕太陽曬 這臉上還有點小黑點 所以我想問你尿幾丸來試一下 王姐姐 恕我直言 那氣派高 你還是別用得好 為什麼呀 你臉上的 不是太陽曬出來的黑點 而是感染了的九刺 素問里說 韓薄為紮玉乃挫 意思就是說 九刺可由風寒玉 而化之熱所剩 我看你臉上的九刺有不少 眼睛也有些發黃 這是明顯的重症濕熱之相 不知道你平常 會不會感覺到 噁心想吐 入廁時也會肝結難解呢 我身體好好的 哪有你說的這些毛病啊 王姐姐 你千萬不要覺得不好意思 我剛才聽你說話時 口中有些氣味 其實你這種肝膽濕熱的體質 應該先去濕除血 而不應該馬上用氣白膏 否則的話 臉上的毛病會越來越厲害的 你別說了 真噁心 不就是擠完氣白膏嗎 不願給就不願給 為什麼說這麼噁心的話 來噁心人哪 鄧媽媽 我們走 二娘 允賢她精通醫術 她也是怕你身體有藥 她才有病呢 我又沒有得罪她 這晴天白日的 有這樣詛咒人的嗎 這 王姐姐 你回去以後最好找大夫看一看 濕熱財重的人 最容易下膠氣勁不差 行了 別說了 別說了 姨母 我真的不是危言聳聽 我覺得她真 好了 說到這兒就行了 自古會記記憶的人多得是 又不差她一個 她不過是臉上 長了點搓瘡罷了 你何苦說得那麼清楚 平白得罪人哪 我知道 可我就是不能忍心 看著人生了病而不去治 要知道多少大病 都是小病脫成的呀 奶奶 你總算回來了 你這一走就是好多天 我要再不回來啊 你這個混世魔王 不曉得要闖出多少禍事來呢 奶奶 許府提親的事 我當時真的是被嚇著了 所以才會那樣的 爹他趁你不在 他 不說這個事 我是說呀 我在外頭住店的時候吧 碰到周學士家的夫人了 她一個勁地誇你 要道病除妙手回春 周 周夫人真怎麼說啊 允賢哪 你當初答應過我呀 你怎麼又背著奶奶 給人家開藥方子啊 奶奶 您真的誤會了 從上次那回事之後 我就再也沒有跟人 開過方子了 只是做了一些七八高送人 可是 許氏郎家的事 很多人都知道 所以跟著義母去做客的時候 很多人問我 什麼病怎麼治的 我看周夫人的妹子 得了大脖子病 挺可憐的 就讓他們回家 拿海帶海藻熬湯喝 倒是加了些 半夏成皮什麼的 不過那些都是吃的 不是我也要放 你倒會取巧啊你 這分明就是海藻熬湯嘛 奶奶 我又是想幫什麼嘛 給父親大人請安 娘您這是要出門啊 不是 今天哪 周夫人家請客 一定要我帶著允賢去玩玩 我懒得出門 我呀 把她帶到漁府 讓漁夫人哪 跟她一塊兒過去 崗兒啊 你瞧瞧 咱們允賢今天這順打扮 你看 多精神哪 那你們早去早回 慢慢來吧 這事啊 急不得 急不得 最近沒見著你 又長俊了些 異母 今天王二娘也來了 你待會兒閉著點她 別又說什麼話惹她生氣 天哪 這魚怎麼這麼大呀 俞夫人哪 徐夫人 你也來了 是啊 這不是杭家小娘子嗎 好久沒見著了 快過來給我瞧瞧 見過徐夫人 果真是個有氣性的孩子 我這個乾女兒不太會說話 上次衝撞了徐大人 還請你別放在心上 那件事啊 沒事兒 來來來 咱們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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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你想招女婿 是為了孝敬你奶奶 我就喜歡 當年啊 我也是我奶奶一手拉扯大的 要不是家裡逼得緊 我肯定也跟你一個心思 這事我也跟老爺說 確實莽撞了些 怎麼也不悄悄問問 人家姑娘的意思 就直接上了門 再說 我家那個老大 確實差了點 你看這花多美呀 允賢 我想起來了 徐家大公子是述出的 不是徐夫人的親兒子 難怪他不怎麼放在心上 趁著他不怎麼生氣 你過去說幾句好聽的話 這事也就遠過去了 以後你爹在兵部的日子 也好過些 你快去吧 你看這花 長得可真好 是啊 沒有 徐夫人 我自小不實禮儀 以後還望您多教導教導我 幹嘛這麼小心翼翼的 我們家老爺是有些不高興 可是我也跟他說了 這做不成親家 難不成做仇家呀 您怎麼了 好 自從那次寿宴結束以後啊 我這身子一直不得勁 老是咳嗽 這說話也沒有力氣 我看您面色發白 是不是咳叔的痰也比較清淡 經常發冷容易出汗 是啊是啊 就是這樣子的 我都忘了你是個女神醫了 快跟我說說 我這是什麼症狀啊 我可不是什麼女神醫啊 你就別客氣了 你就告訴我吧 說說吧 允賢 你就隨便說說 徐夫人這身子該怎麼調養 我看您八成是陽虛的症狀 應當想辦法振奮陽氣才行 那該怎麼治呢 您還是請個大夫吧 我請的那些大夫啊都不怎麼樣 我還是信你 你呀就別退脫了 上回我們家老太太中風那事 還不全虧了你嗎 其實上次我也 你就隨便說說嘛 那我就隨便說說 這陽虛其實平常 喝些甘草甘漿水就行了 配起來也很簡單 就是用四兩治過的甘漿 加二兩甘草用水煎了 隨時喝著就行 你別跟我說這些 我哪兒記得住什麼漿啊 什麼水的 回頭拿張紙你給我寫下來 我好讓我丫鬟回去配啊 這 怎麼了 奶奶不讓我開方子 這算哪兒門子開方子啊 就寫兩個字 你要是怕你奶奶說你啊 我去跟她說去 怎麼了 你不願意啊 不是 我在想到哪兒借紙筆比較方便 你又多想了 堂堂州府 難道還上幾張紙不成嗎 就是 是啊 反正就是寫兩個字 也不算是開方子 對對對 誰啊 這麼晚了 快看看到底是誰 杭剛 你給我出來 徐大人 杭剛 你的好女兒在哪兒 快點把她交出來 大人哪 這到底是出了什麼事情了 您這麼晚到這兒來 徐大人 讓開 到底是什麼事啊 徐大人 給 徐大人 徐大人 你說 你為什麼要害死我家夫人 你說什麼 你別裝傻 我夫人 就是喝了你的藥才慘死的 什麼 不可能 徐大人 徐大人息怒 請息怒 事過人命 我杭剛 一定給您一個滿意的交代 這怎麼 聶賬 你又做了什麼好事 你好好說話 別打他 娘 到了這個時候 你還在護著他 徐夫人 她 她是真的死了嗎 屍身都僵了 你說呢 我之前說過些什麼 你全當耳旁風了 害我們杭家一次還不夠 還想害第二次呢 當耳 別說了 我沒有 我肯定不會害死人的 你沒害死過人 你爺爺 你哥哥 崗兒 他就是個喪門姓 害了別人還不夠 還要害我和您 崗兒 這回真怪不著允賢 那件事我是知道的 允賢只是給徐夫人喝了 甘薑甘草水 沒給他開方子 娘 甘薑甘草水也算是方子 徐大人現在手裡拿著他親手寫的白紙黑字 硬說他冒充大夫 誤枕至死 你說 叫我怎麼跟他解釋 徐大人為了上次聚婚的事 本來就惱了我們杭家 這次更是不肯私聊此事 徐大人口口聲聲說 明天就到順天府去遞狀子 不但告這個孽女不守父道 擅自行醫草菅人名 還要告我教女無方 門風淪散 杭允賢哪 杭允賢 我是做了什麼孽 才胎上你這麼個好女兒啊 爹 我真的只給徐夫人 開了甘草甘江水 那個東西 真的吃不死人的 好 允賢自知罪孽深重 今晚就自請去祠堂 給徐夫人念王聖經 明日一早 我就自己去順天府 跟他們說個清清楚楚 絕對不會連累您和奶奶 好啊 到了現在 居然成起英雄來了 小姐 允賢 允賢 起來吧 允賢 允賢 子蘇 你先回去吧 我不想見任何人 小姐 我還是陪著你吧 我想一個人待著 爺爺 我哥哥 我該怎麼辦 難道我真的愛死人嗎 你 你 不用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昨天 女儿去了 女儿真的没有害死徐夫人 您放心 我一定会在堂上聚礼力争呢 谁让你聚礼力争 你还嫌知道的人不够多吗 这万一传到宫里头去 就算宫里的人知道了 我也不怕 我根本就没有治坏人 你 刚儿 别的什么都别说了 玉兮 起来吧 记住 听奶奶的话 在宫堂上 一定不要提你爷爷的事 知道吗 嗯 我知道 奶奶 我错了 我没有听您的话 没事 没事 奶奶昨天晚上啊 又仔细想了一遍 你是我亲手教出来的 你有多少金粮 奶奶最清楚 干江干草水 确实是治杨须的好药 徐夫人之死 八成不关你的事 所以 你一定要在堂上大胆心细 轻轻轻爽爽地跟浮尹大人说清楚 你还是个姑娘 她应该不会这么为难你 别哭了 你看 看见没有 这个就是那个杭将军的女儿 乱被人看病了 结果害死人了 哎呀 你说也奇了怪 好好的将军女儿 干吗要去当姨婆呀 我老子最恨这种不受妇道的婆娘 老子的媳妇就是吃了姨婆的堕胎药 生上给痛死她 将军的女儿怎么 只要当了三姑六婆 就没一个好东西 吾叔 我们家小姐才不是姨婆呢 才是在救人 改名我同你的 也说是好心 人都死了 还好意思说好心 你们 你们不许胡说 子苏 别说人命 你 雷王先挤了 走开 走开 快点后 别挤了 今天不攻神 别挤了 都走开 但你说今天不死了 旋 你 杭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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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大人告你招摇撞騙 冒充大夫替人診病 尚害人命 可有其失啊 大人 小女子雖然略通醫術 也有志將來做一名大夫 可自知醫術尚潛 因此 絕對不敢冒充大夫 給人診病 害死人之事 真的是冤枉的 本官沒有聽錯吧 你一個規格女子 竟然想當大夫 是 好 你說你沒有替人診過病 那麼這張方子 難道不是你開出來的嗎 大人 這不是方子 那是徐夫人 要我寫的幾個字而已 徐大人 她在詭辯 她給別人亂開方子 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上一次給家母 就開錯了方子 要不是太醫院劉院盤 及時發現的話 家母現在也一命嗚呼了 昂氏 可有此事 還不快快照顧 否則本堂 將要對你大行伺候 徐大人 您不能這麼說 當時徐太夫人中了風 要不是我及時放行 她可能真的當場就去了 當時在場有那麼多人 都可以作證 我是有開罪藥方 但那藥絕對不會治人死的 而且我知道以後 馬上派人去通知貴府 讓太夫人停藥了 住嘴 杭氏 本官欠你也是官家千金 才沒有讓你下跪 可公堂之上 未經本官問話 不許多言 徐大人 杭氏所說是否屬實啊 嗯 確有此事 但是卓晶之死 卻和她脫不了干系 我府裡的人都可以證明 卓晶死前 就是喝了她開的藥 才殘死的 這 杭氏 這你怎麼解釋 徐大人 您夫人真的不是我害死的 這 是徐夫人一直說自己不舒服 我才建議她喝乾草乾江水的 而且這已經是半個月前的事了 要是乾草乾江有問題 她早就出事了 哪會等到昨天啊 齊大人 你不要聽她狡辯 她雖然是出身官家 可是私底下 竟幹些醫婆藥婆的勾搭 她在自己的規格裡 靠賣藥騙錢為生 這 杜主氏留學時家的女眷 都曾被她騙過 你胡說 我根本就沒有這麼幹過 我夫人死前三天 喝的就是你賣的藥 如果不是你害死的 還能是誰 我根本就沒有外國藥 那些七白糕 是我送給他們的 住嘴 我看此事涉及一禮 本堂一時難以決斷 明日升堂 我會請來大夫們相助 到時候真相自可大白 那是你身為嫌犯 暫且收監 大人 大人不必 大明律裡寫得清清楚楚的 凡夫人犯罪 除了犯奸和死囚之外 不用收監 只要交還本家看管就行了 迫害二匹命符身亡 庞氏身為重險 如果定罪定斬無疑 你 你說 怎麼不是死罪 這個公堂之上 還輪不到你多罪吧 吹唐 允賢 天啊 沒事 沒事 順天府 要請我們太醫院的人 過去幫著審個案 其實啊 這也是一個露臉的機會嘛 你們幾個誰有興趣 就自告奮勇吧 大人 此案涉及二品告命夫人的性命 非一般人鎮不住場面 對 所以 以卑職看來 還是請成怨叛大人 和留怨叛大人前去為夷 是啊 這種事情 你們可別拉上我 除了藥材和病人 其他的事 老夫一概不感興趣 這 這事可就不好辦了 我雖然有空 不過 心裏面一想到要面對的 是一個到處招搖撞騙的衣婆 我這心裏面 就怎麼也舒服不起來 我說你們幾個 難道就不能出一個人 把這活兒攔下了嗎 叔叔 村霞願意一試 他怎麼回來了 來來來 村霞 快 坐下 叔叔還以為你再過個三四天 才能回到京城呢 沒想到這麼快就回來了 趕緊跟我說說 在南京都待了一年了 學到了些什麼 也沒有什麼新的東西 南京太醫院畢竟不比這裡 就連那個唐院士在我看來 醫術和叔叔您還有師父 都是沒法比的 那是自然 不過 村霞啊 這趟南京 如果你不走一遭的話 你也很難上升得那麼快 能做到立幕啊 你叔叔我當年 為了這麼個職位 那可是拼得頭破血流啊 不過 村霞啊 你可不一樣 你不單單是我的親侄子 你還是那個劉平安 最得意的弟子 由我們兩個金剛 給你做保鏢 我估計你用不了四十歲 就可以坐上院士的位置 村霞一定不辜負叔叔的期望 不過在村霞眼裡 叔叔才是院士的最佳人選 太難了 咱們這太醫院 從當學徒的醫生 到平常的醫師 立幕 再到能進宮的御醫 院判 院士 足足有五個當機 每進一步 勢必登天哪 再說 就醫術而言 我也比不了 你那位醫師師父 可是醫術最高的大夫 不一定是最好的大夫 您和師父同居院判之位 但是只要太后娘娘在 最後的院士之位一定是您的 那倒是太遙遠的事情了 不過村霞 我倒是覺得 明天你到順天府那邊的事情 才是最重要的 你到順天府 是代表了我們整個太醫院 去了之後 你可千萬不能失了風度 落了下場 明天去廳審的老百姓 一定少不了 你呀 只要把這件事情 辦得漂漂涼涼的 對於你將來的官生 那一定是莫大的幫助 還是叔叔想得周全 那個杭氏 身為規格女子 居然不守父道 肆意行醫 這對於我們這些 真正的大夫來說 真是姓林之恥 你給我記住了 明天到那兒之後 你一定要挑破他的謊言 務必要讓他就地伏法 是 好 吃點兒 都餓壞了 在這兒吃不到東西 你 你 都怨我 要不是我拉著你認識那些人 你也不會造這樣的罪了 這哪能怪您呢 小姐 雲夫人今天幫你跑了一整天 去找那些 曾經找你要過七百高的小姐 還有夫人們 讓他們上堂幫你作證 可是 那些仁義聽說你進了大牢 不是說自己沒時間 就說自己不方便 他們也是有所顧慮吧 畢竟 誰都不想惹上官非 好好的一個女兒家居然進了大牢 就是以後沒事能出去 你的鮭魚和名聲也全都毀了 奶奶 都怪我 都怪我 早知道我就不該讓你學醫 奶奶 幾頭三尺有神秘 我沒有害過徐夫人 順天府一定會還我清白的 別擔心 他們不給你作證 我自己去 實在不行 你乾爹也會來保你的 一定不會讓你蒙怨甚苦 千萬別這樣 這事太複雜了 要是把義父也牽扯進來的話 只怕百姓會對他有所誤解 留損他於青天的親人 義母 奶奶 你們別擔心了 等到後天太醫院的人來了 自然就會真相大白了 允賢哪 這兒住的 都是一些死囚 這老頭啊也不是吃素的 奶奶我是塞了不少的銀子 才讓你待在這兒的 你要是遇到什麼事啊 可要忍著點 千萬別跟人家對著幹 奶奶 沒事 我們走吧 紫蘇 小姐 照顧好奶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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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原点 等你出现 也许誓言会改变 岁月会试过境迁 不断的上演 不断的蜕变 哪怕沧海丧天 时间老去了容颜 依旧白衣翩翩 直到那一天 再回来与你相见 到那天 一起回到熟悉的地点 看舞台的世界 看灯火影着你的脸 到那天 一起回到最初的大雪 忘了指点 和丢失的一切 时间老去了容颜 依旧白衣翩翩翩 直到那一天 再回来与你相见 再回来与你相见 也有点老土 那也有足够的事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